北宜高速公路开通后 宜兰大多的计程车 也改变行驶的模式 纷纷转向国道工程 但因为国道客运业 也来抢食这块大饼 计程车司机无法抵挡 大型巴士的低价销售 载客率是一落千丈 我们没有钱人吃 还要怎么贵一支 这样都跟政府 小孩都吃不去 现在游价高窄 我们来回最少要500块的游价 你说我们有办法 跟他低价竞争吗 那绝对没有办法 本来共城 宜兰盛政府给我们的价位 是每一个乘客300块 因为景气不好 所以我们主动 把它下降为250 如果要再下降的话 我们真的不负成本 继承车业寒冬 最直接影响的 就是挑起家庭经济重担的司机 为了扛起家计 及照顾年幼的孩童 甚至还有带着小孩出外上班 有人还身兼数职 才有办法负担家中的开销 要颠两万户的钱 我就是家庭 要颠三万户 没人用 客运业者借由租赁一般的游览车 来书运旅客 加班车次不停的发车 更让计程车无客可载 司机们期盼相关单位 能让双方公平理性的竞争 在同一条线路上 创造彼此的双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